好的同学,我们现在来开始讲一下这个APP如何在你的手机里做这个操作使用 其实方法两种,一种是不要透过网路上架 直接你的单只手机就可以用了 一种是要透过网路上架,这样子稍微麻烦了一点 如果不需要透过网路上架,那很简单 你只要手机准备USB的这个线连到电脑 像我们刚做好的这个APP呢,怎么处理呢? 请你按Smart这边,会有个生成 那生成是什么呢?生成什么档,你要选一下 通常如果在电脑中可以执行,我就选ES1档 然后呢,选一下这个它的格式 通常我会选这个格式啦,这个格式按确定 它就会得到一个ES1档,就是生成ES1档 然后我只要在这个,我就不用安装这个APP这个软体 就是我只要那个ES1档就存在随身碟 放在任何的电脑上,打开存进去就可以 点两下就可以,就可以执行,这样子 那HTM5呢,就是放在网路上 那这里呢,iPhone档 iPhone档呢,就是我们一样按确定 它就生成一个iPhone档的这个,这个图 这个怎么讲,就是iPhone档的这个档案 可以执行的档案 那请你把那个档案复制到iPhone手机里面 按执行安装,它就会装好了 Android档一样,Android档一样 Android稍微,你看它要把程式名称命名 这个识别码,随便乱填,它有样力 就是什么什么点,就是自己取一个名字 版本就第一次就第一个,第二次就第二个 设备呢,其实不用动它,就看它 那这个就原始比例吧,按确定 按好确定,那按好确定 当然啦,我这里都没有选 按好确定它会生成Android可以的这个APK档案 你把APK档案存到手机,按执行安装 就会执行安装好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应该很简单,再讲一次哦 好,就是说你不要透过网路 你只要单只手机可以操作 那最快的,按生成 直接按生成,然后去选 最后会有一个档案 档案放在手机里去按安装 可是你不要问我说,老师手机里怎么安装 你要去手机里不是有什么档案管理员吗 去选它,然后长按它点执行 就会安装了,这样懂意思吗 好,OK 那至于说你要上架到这个网路平台中 好,我提供两个 一个是Android的,一个是iOS的这个手册 我等一下放到这个平台的这个参考档案上去 像Android怎么做呢 我大概跟你讲一下 那至于这个iPhone差不多意思 可iPhone稍微会,可能是难了一点 这样子哦,跟iPhone会稍微难了一点 好,我把它放大,像这个Android 你要去登录这个平台 你要去登录这个平台,就是登录这个网站 你还是要透过电脑,登录网站 然后登录网站以后,这边选进入 就开始第一次要申请你的什么 你自己的账号 那当然你要去用你的Google电子邮件 对不对 去Google电子邮件 然后再开始建立 这个按照这个建立什么应用程式 然后建立好语言,当然选中文 好,标题看你要选好比说今天是这个 呃,钢琴练习曲 好,标题钢琴练习曲 按建立 好,建立 那建立好了之后 你要去,因为你要卖嘛 可能你这个刚刚你觉得钢琴练习曲 你觉得可以卖5块10块50块500块 不知道 好,反正呢 你就去建立APP程式 它就有一个商店的设置 好,就有一些说明 好,比如说我这个是钢琴练习曲 非常好玩啊,适合幼儿啦 好,等等 然后完整说明啊 好,再这样再说一遍 好,再说一遍 然后呢 接着准备你的那个图片 好,但当然它有要求 图片弄好了给它 好,高解析度的主题图片都给它 那就是你要慢慢去弄 好,弄好之后呢 好,它就会长这样了 你看,像长这样 好像什么旅行青蛙 就长这样 然后就可以这个 把它传,什么讲 把它传档案上去 好,这样子 好,开始了 你看 好,联络资讯 然后把它传档案上去 好,对不对 好,那其实就 就可以提交了 好,提交你就可以 到时候 你就上传 你看,有没有上传 那这个给你自己慢慢操作 好不好 这个应该蛮有趣的啦 好,那好了之后 当然你要分集 你要写你的email 因为人家有 有问题要请教 对不对 好,你就开始去分集 那幼儿用啦 套用级别 然后按订价啊 有没有 这订价你可以付费哦 付费给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Google Google再付给你 好,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 好,那这个 美国出口法律 这两项都要勾选 OK 好了之后 这两项都勾选 好了之后 其实我们已经好了 上传完 那就差不多就结束了 好,就可以发布了 这样OK吗 好,其实 好,你就开始 好,就开始 然后当然啦 Android比较快 好像马上就可以用了 那个iPhone 他们真的会有人做审核 要审核个一个礼拜 甚至有人说一个月 还没下来 好,那这样就很麻烦 所以Android好像比较方便 OK,没人管你 好,好像他这个审核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他后面是一个机器人在审 反正你上去一阵子 他就出来了 按确认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结束了 这样OK吗 好,那同学 你再看一下这个文件 上架文件 如果你真的上架完 你稍微在这个平台跟我讲一下 好,那我去下载来试试看吧 好,那我去下载来试看吧 感谢观看